美妮 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 太巧了 我也不认识您 真是缘分哪 你可姓 我姓马 风吹草地献牛羊的马 你姓什么 我姓白 赤城黄绿青蓝紫的白 你什么大师啊 算得一点都不准 何处此言 我妈怀我的时候你说怀的是个男的 可是 你知道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吗 我哪知道啊 当时你妈问我 她怀的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我指着她的肚子说 是条汉子 现在找对象太难了 我喜欢的人都已经心有所属了 名话虽有主 出头可挖土 什么意思啊 只要出头捂得好 没有墙角挖不倒 请问 你晚上有空吗 咱俩说话还用请字 显得见外了吧 本来想晚上请你喝点酒 既然不让请 那算了吧 请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 请问大师 女人好色有什么特点吗 她们只好三种颜色 黄色的周大福 银色的卡地亚 红色的人民币 你长得真像我的前女友 是吗 那你为什么跟她分手了 我嫌她长得丑 聊这么久了 说句实话 你到底是不是单身呀 结婚以前一直是单身 我找到男朋友了 是吗 我太高兴了 你高兴什么呀 我受到了鼓舞 什么意思啊 连你这样的都有人要 我还有什么理由自卑呢 大师 最近男族和龚汉林之间的口水账 闹得沸沸扬扬的 你给评个脸 他们到底谁对谁错呀 要我说吧 这次是龚老师的不对 为什么 你龚老师能跟男族比吗 谁说你上了18年春晚 那人家男族可是专业输球30年 谁说你的小品让全国人民都乐了 但人家男族却成了全世界的笑话 你龚老师也就是在中国被家喻户晓 人家男族那可是在全世界妇孺皆知 虽然你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很争脸 但人家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最丢脸 你的小品虽然很好笑 但也没有男族高效啊 在这里我也安慰一下男族 吃个海参压压惊 洗洗睡吧 在评论区 我看到竟然有一半的人都在骂男族 我就纳闷了 剩下的那一半 你的手机不能打字吗 没有 好